四支英超球队在一个星期内出现在香港 船风式又走了 看报导 传媒没有力量在新突兰 焦点首先放在曼城和热刺身上 那又是 曼城作为英超亚军 刚才换了新领队帕力坚尼 再加上热刺的加里夫巴利 他的转会新闻说日日新鲜日日不同 自然吸引了一群球迷和传媒跟着 我发现那些球星来来去去 都是去浮酒吧 见识香港的夜场 真是很单纯 曼联大军也算是比较特别 起码传媒看到他们 去智地广场吃日本食物 也看到他们把下塔酒店的中菜厅 下工作为饭堂 算是吃饭 因为一场来到亚洲 难道日日还是火腿煎蛋做早餐 吃牛扒吃意粉做晚餐 这么闷吗 亚洲菜之中最上乘的 轮脂排贝 当然是中国菜和日本料理 印度咖喱我认为排第三 将中菜馆当饭堂 除了地方便利 我相信 因为和中式点心一定有关系 每次带外国朋友 去喝茶吃点心 都会得到极大的赞美 最近一个旅居海外 目前住在日内瓦的香港人 都来问我 现在香港哪里的点心漂亮 小人吃点心 香口食肯定对 甜的糕点 又必定喜欢 简单的蒸笼系列 我就发现他们喜欢烧买多个虾饺 山竹牛肉 也比鱼翅饺饺 除非一只饺饺的造型 很漂亮 好好的 咖喱、鱼、蛋、猪皮、鱿 豬鱿目 无 gern Kevin 完全不敢吃的猪 ! 累积了一定经验后 如果需要我写一张菜单 招呼那些曼联球生 喝茶吃点心做饮的 would! 应比借火 首先 点心可选四�� tag 烧买、山竹、牛肉 春卷和 Protestant vegetarian 或炸粮 因为这两样东西都是香口东西 不过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感老云吞 然后炒碟菜和一碟饭 喂 你知道菜一定要吃的 均衡营养 饭一定比粉面好 因为对他们来说饭是比较亚洲 甜品很重要 多多益善 奶黄包马拉糕炸饭头筋连奶 以及芒果布甸 我包他们吃到舔舔舔舔 至于茶 咯咯 乌龙应该最适中 人人都适合喝的 华智你是英国人 都是这样